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就不再说大的 把这个祝池三宝降到最低的水平 最低的水平也是劝人断卧修山 人人都知道断卧修山 天下太平 今天这个世界有不少人都在那里追求世界和平 世界和平要怎样才能找到 要弘扬复发 我们中国人以为善的 外国人以为不净凉 比如说吧 我们中国人以为红色是善的 大家看到都很喜欢 外国人说白色是善的 他们喜欢白色的 中国跟外国标准不一样 古人跟经人的标准也不一样 善我标准到底从哪里去 佛教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标准 凡是与众生有利益的都是善 凡是与过人有利益的都是善 这是佛家的标准 这个标准表示说 对一切众生有利益的都是善 大家会点头 可以同意 可以接受 所以对自己有好处的都是 很多人摇头不得意 必须要把它讲解清楚 要说明的 为什么佛要这样说 佛说得有道理 佛是叫我们断烦恼开智慧 这个念念都有母 是烦恼的根源 是生死的根源 也是所有一切病痛的根源 你为什么会害病 你为什么生活过得这么苦 病根就在活 如果能把母带一点 你的日子就过得很幸福 就会很快乐 我们学佛的人 还必须对佛法 真正能深入一层的人 懂得能够同一 能够同一佛这个说法 肯定佛讲的有道理 确实没错 是我们自己错了 只有我们这个善悟 要守住这个标准 绝对的标准 不是一般人能做的道理 绝对的标准 是无实无学 那必须是对宇宙人生 有相当的觉悟 有相当程度的体会 他才能接受 他才能够学习 所以纵然一般人 达到不了这个程度 总而言之 劝善 使所有佛经 最低的水准 都是归故劝善 确实能够达到 社会安定 世界和平的目标 这个石 这个金 最大的宗旨 就是很大的用途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欢迎订阅频道 开启小铃铛 也可以扫上方的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